我們現在轉個彎就來了Omomo 第一次來 這間是主要賣日式的用品 好像香港的Living Plaza 吉之島 日本的吉之島 這邊是一些Beauty Point 韓國、日本的洗頭水 Gel格 這裡有些面膜賣 這裡是日本的 我也有帶這隻牌子來加拿大 因為聽說這裡的面膜很貴 旁邊就是韓國的牌子 也挺有趣的 它不只賣日本的東西 也有賣韓國的東西 這裡有肌炎 不過種類當然少一點 26元一支Cream 也不算很貴 這些 好像有帶這盒來的 我特地買幾盒日本的美白面霜過來 雙眼皮 有Happy Rotation的美筆 這裏有些冬天 是小型冬天 它這裏賣的東西 都跟吉之島的12元店差不多 但是就豐富過吉之島 種類也很多 嗯 鞋墊也很多種 針線布 五個半一頂 五個半一頂 是不是試戴一下 不錯啊 這些襪子好可愛 這些在家穿的 遠眠眠毛毛襪 好可愛啊 五個半一對 居家日式拖鞋 不過這些是one size 我想我未必適合 都頗漂亮啊 這些款式 日式的白色 對啊 很可愛啊 哈哈哈 四個半了 這裡有螢幕貼了 我們聽說這裡的螢幕貼貴 所以就帶了很多張過來 一張兩個半 加幣 這麼貴啊 對 iphone case 文具簿 這裡 這個文具簿也很貴 那些東西很齊 連這些磁石也有 一些筆和帽 都是一些正常的款式 這裡是一些sticker字 這裡是貼紙 有些貼近的樣子 日式一點 廚房的 收納用品 那些人就在這裡買裝米的 桶 是日本計的 我看他們說買 這個買筆 5kg容量 8.5kg 收納的層架 收納的層架 很多收納用品 這個區 很多收納用品 好像挺漂亮的 這張 這張挺漂亮的 不知道多少錢 下面是6.5kg 但這一項沒有寫價錢 這張是made in India 這裡是一些家居常用品 有這些勾買 掛門口的勾 布質的收納筒 洗衣袋 大家聽不聽到日文的廣播 哈哈 可以假裝自己在日本 這個很可愛 茶圓 這裡真的很大 這裡是狼衣架 很多款 這些是洗菜用的 這個瓶子 專門用來洗咪 這樣就可以去到這裏 挺吸引 兩個半粗 Bakery 有很多紙 調味料的瓶子 咦 調味料的瓶子 對 總之在這裡看 誰知道 這個正好多 這些好用一點 咦 它封住了 應該按開就有 而且它有附持筋在裡面 挺好的 這裏有日本製的鐵鍋 28CN 35元 有貓貓啊 貓貓碟 但沒有寫多少錢 這瓶正常吃飯碗 就是兩個半一個 這些日式花紋也很漂亮 這隻 兩個七毫半 這個很可愛 這個茶杯 日本製的茶杯 八個半 很漂亮 這裏的碟超漂亮的 哇 很漂亮的 這個 哇 很特別啊 有些花紋 這些也很漂亮 放小菜 四個半 四六二十四 原來這裏都有出錢一丁買的 但是是香港版 這些就是日本製的 對 這些 北海道 你記得你說什麼嗎 你當時藝行呢 吃那些 對 哦 有日本啫喱 日本煎茶杯 六十塊一盒 這隻刀很出名的 我記得 Bendy 我當時才看到的咖啡粉 日式醬啊 正啊 這個是不是那個 那個 章魚燒那隻醬 烏得是出名的 我知道 這隻 九元加幣 對啊 有些櫻花的裝飾 咦 鬼滅之刃啊 對啊 你喜歡那隻 餅嗎 沒有啊 我喜歡那隻 是朱古力餅 應該賣光 三元一盒 三樓一十八 都不算很貴 好 HighChill 兩個二毫半 十二元一條 吹波糖啊 小時候的回憶 小時候的回憶還有這個 哇 這個真的很好吃 哇 這個Bubble 日式口罩 這個是14.5cm的女性磚肉 因為這條路有點紅磚 在旁邊 多漂亮啊 三樓 但是 已經很放了 三樓 南妳 三樓